碎片啊 為了 為了讓忍惡爺舉辦這場英雄宴 我們為何要舉辦這場英雄宴啊 為了讓忍惡爺說服江湖團結 齊心種茶葉藍天藏寶圖碎片的事 他剛是這樣子講吧 我剛沒看到 我們為何要調查火焰風的事件 你看就是因為他這樣子 文周周耳所以大家才會不爽 剛他的差評就在講這些事情 那不是廢話嗎 因爲忍惡爺的存在就只是為了清查 就只為了清查火焰風事件 哎但我們為何要找來沒用的藏寶圖 招待一群跳樑俠手 就為了一起不可能破了舊案 老實說穿莊中的大家都很不滿 我也覺得忍惡爺這是做過火 江湖中人竟然都不把火焰風事件放在心上了 忍惡爺也不該快的過去 早快往前走了 至少差點我們以仁扶桑 以一乘二的招牌 好好拆好好懸賞好好過日子 啊但沒確好過日子 仁二也選擇清家擔場 辦了一個可笑的宴會 哎不錯 想到往後江湖上會如何彈我們的仁義莊 心中就感到氣悶 那讓我們還能怎麼辦呢 谢谢大家 我們來到這個懸賞牆 你是不是儲留箱啊 看起來就儲留箱一點 就這樣 這段話在另外一個房間又有看到 哎等一下這就是我的房間啊 要不要 要轉個方向而已 哦 一行啊 你可能期待我来找你来 是想关心你身体的状况 或是了解你任务中发生的事 有伙师追问你师姐究竟怎么搞的 但你错了 因为人意中每一个状况发生的每一件事 为的都只是你此刻眼前所见 我知道了 为的是 你眼前首先的范围也太小 还是你跟别的装客一般 以为爱绑这座装子 爱绑这场英雄业 好好看看眼前这场英雄业 人意中的未来 要靠他了 所以现在帮我一个 我听说那位奇怪的灵场少年又来了 他已来过七次 次次都带着悬赏墙上最凶 穷凶恶极的恶棍来领赏 但我们却对他一无所知 我现在抽不了身 这顶好宴会上这群混 这群英雄 所以请你带我到悬赏墙见他 确认他带来的是谁 他带来的遗体面上都带着奇鬼的笑容 因为我确认了被给他这五千钱 更重要的是 不要你用一切手段邀他来参加英雄业 没请到他不过去回来 我知道了 人鹅要找的宁赏少年 改了一桩东南角的宣赏墙前 小弟只是无名之辈 先来宁赏 我带人鹅来 请 带来的是 只见奇怪的少年拿出一张悬赏单 赖秋皇 三十七岁 祭出空桶 暂时双边 当中七十三 七十三口上门顶 来五零十九种 改毒暗戏之一 只能不但鬼气多端 而且淫毒凶恶 别才彩花 无所不为 便言来 每月至少作案一次 若有人将之请过 无论生死 花红无千整 学不誓言 仁义庄主人请起 仁义庄主人 宁慧繁忙 小弟明白仁克先生不便抽身 仁义庄没有主人 这倒是 仁义庄本是九州王沈天君的别馆 是小弟唐吐 仁在哪里 仁在光中 一手交人 一手交钱 胸台给 可得好好确认鬼遗体 确认 花红无千千 胸台淡平一眼便确认了遗体 你曾 你曾见过賴秋皇 没有 那胸台何以确认 挺他脸上的奇鬼的笑容 哦 难道伤手狼 竟然是个爱笑的人 我不知道他爱不爱笑 只知道你带来的遗体面上 都带着笑容 而你 在试探我 兄台真不好奇他们为何带着笑容 或怀疑我带来的 不是赖秋皇 仁而信你 我听命行事 好 你听命行事 我照张领赏 不必多言 告辞 你 还要和我参加英雄宴 小弟私下的是仁义庄 发出的悬赏单 而不是英雄帖 况且 这可是兄台自己说过的 仁义庄没有主人 那小弟偏偏想走 又有谁能拦我 好 我们这边选 沈天君好了 我没想 如果有选项是我的话 我就选我 沈天君 九州王 沈天君本是一代大侠 可惜强奴有莫 上的火焰风 并也只是故去之人 不过是一位十年前的故人 何以难得住小弟 忍恶 忍恶先生是个成功的商人 可惜小弟是财俘虏浮云 只以悬赏图温宝 他拦不住我 仁义庄 可惜了 仁义庄中的人便是意气善 也不禁得来人住小弟 何况此刻庄中 怕是并无团结的心事 诶 有我了 我 不满兄台 谢谢你我曾有一面之缘 没见过你 你不会记得我的 但我去二人谷首任商手狼的时候 就记住了你 若是你要狼我 那倒有几分可能 但你重视的狼我 也没法令我参加英雄宴 因为我有活人的护眼 不错 所以 你还是狼不住我 你走 我死 为什么要 我可以理解 我可以理解成语的个性就是这样 讲这么简单直白 可是在那观众的立场 在那玩家的立场 我看到什么你走我死 我只会想要吐槽你 什么鬼 你这是在做什么 你见过我在二人谷 我见过 你见过我做什么 好了 好了 讲重点 我配音会很痛苦 到时候 到时候也应真的出来 我不相信那些配音老师 不会配的很痛苦 我见过好了 好了 讲重点 不用闹 我不想配出鸟对话 各位啊 我们是不是该回去玩瞎之道了 配音配的很不爽 他讲的是我是对话说 见过是哪里 然后你见过我在做什么 然后我见过 啥回啊 我可 是 是在模仿没错 可是 可是不适合 不适合游玩的时候讲出来啊 小说可以 小说真的 小说 小说其实我觉得非常 非常适合 可是 游戏对话不能这样搞 偶尔就好了 太多了 小说我真的觉得可以 大家同意嘛 小说真的可以 这边真的欠兔走 你以悬赏为生 确实却没有 坚持却没有出手 这代表我不想对你出手 你可知道为什么 原因不重要 但你如果想要我活着 你走 我就死 哈哈 小弟本想告诉你 我只捉捕 捉捕悬赏当上的恶人 而你不在悬赏当上 伤云 臣员 這课有些特别 可是姓臣明乙 有何典故 我没有姓 是沈天君给的名字 如此 就是請陳宇兄弟引路了 我這邊都不配了 這邊有點不太想配 跟陳宇兄弟 嗯 嗯 花式谷 錄小鳳哦 楚流箱吧這是楚流箱了吧 這人大不理我 頹廢俠克李循環哦 一直咳嗽肯定是李循環 然後又愛喝酒都費病了還愛喝酒 哎陳語你坐啊是你不是你帶我回來的嗎 我沒有帶你回來 沒有趕我畢竟帶我回來了 原來兩位是認識的 當然 無良早是一共患難的兄弟 你也快請坐坐在我身邊就要好處 因為萬蛇之聖萬劍之尊萬王之王 打片三三五月南七北六十三省 無敵手驚天動地玉王子 可是今日這宴會上來頭最想念的一代尊者 原來是萬蛇之聖萬劍之尊萬王之王 打片三三五月南七北六十三省 無敵手驚天動地玉王子 我們走 我們走 找來啊 找來啊 兩位先生說的好裝可 小弟看到他面子上也只來了 哎不知道這小孩子有這麼大的面子 既然成員面子這麼大 我羅接著就回去給貴客關端茶 拔拔拔腿 那小弟最好也一起去端端茶拔拔腿 別別別別別 你陪這位少侠去找個位置坐 朋友 找地方坐 有迷惘的大俠需要排場 不能與人通說 別蓋我全面這個顧慮 來來來坐 我知道了 哈哈 來吧來吧 朋友上鍋了 本想和閣下痛飲一杯 只可惜這個狐狸什麼都沒了 只有以菜為代 了表敬意 鐵幹舉起筷子 在蠻狗黃牙的嘴裡 呃 這念醉還是多 醉了醉 夾了快 蹄膀肥肉 送到座 座庞蝶裡 兩位朋友 在下就以這一塊 上好沒肉 與兩位相近 哎 在下是個乞丐 本就寒酸 人藝莊端出來的菜有多少 在下就只分得了多少 你雖然是乞丐 可是你的穿金帶銀式的 而這人藝莊端出來的菜 也就只夠在下 分給兩位一塊肉 而且兩位 江湖共濟 江湖共濟有福同享的道理 兄台說得很好 他們兩位 並一同以此肉相近 哈哈 痛快 太痛快 想如此痛快之時 卻還有一次大大殺的風情 本以為 仁藝莊要請咱們七大高手出面 理數字不會少 但仁藝莊只擺了這麼 凌諾幾桌演習 剛才卻聽聞這位朋友 是是從那忍惡手中 得了不少飲料 在下這次不介意提息鼓勵江湖後期嗎 乃何在下今日也有些急用 屈屈之術 兄台莫要客氣 好 給鈴子 好慷慨的朋友 在下分享敬禮一杯 只可惜悲衷 哈哈 有的吃有的拿 這小哥真撐得上是痛快 只可惜 朋友給的錢 有些小氣 營養 這確實沒有了 但小弟 我這身皮球 雖然破舊 但也還只兩百養零子 兄台 也拿去吧 齁 毛還不錯 可惜太舊了些 最多嘛 只能當一百五十兩 還有先扣去十五兩的利息 唉唉 也只好將就了 朋友 在下現在雖然已比你們富有多了 而也沒半點瞧不起你們的意思 蓋幫長老金不換 從不拒絕純酸小虎子 躲下吧 也把菜都吃光了 我就不敢你們 也把也把 人只忘的丟上這幾人了 咳咳 有了各位久候 今日要各位來此 卻有一大事 要求各位 刺一元首 近日 江湖勝闖一張燕南天藏寶圖 這藏寶圖的碎片 散入於江湖各處 據說收集完全 便能找到燕南天的寶藏 閉莊在追查碎片的過程中 發現尺度散布的方式可疑 降級了一樁十年前的舊案 為燕峰事件 我知道許多人本是好奇人 一樁手中的一張藏寶圖碎片而來 在聽我一言之後 何有人願意以此為基礎 女人一樁一同揪出藏寶圖亂世 阻死 或許 更可以一同解開思念來 無人人解 真凶至今不明的 迴燕峰事件 唯有江湖團結 有心人才不能趁虛而入 一樣的悲劇才不會重演 各位為何猶豫 等一下 忍惡太爹忍惡先生 如此震動的是 嘿 大家怎麼可能冒難答應 自然要好好的 先看清這張藏寶圖 回家考慮好再說 嘿嘿 大家 大家說是吧 我 我同意金雄說的 哼 雖然我喬摩 本不懈負荷那五指臭氣概 這次 他還算有理 這 是 是你人一樁就這麼一句話 影射藏寶圖是個陰謀 要我們怎麼立刻相信你 啊說得好 就這麼一句話 憑什麼信你 妹子 妹子 哎喲 人一樁過了這麼些 這麼些年遇上什麼事 都還拿火焰鋒來擋 就習慣可以改改 哪來的一介女優 說話如此狂妄放肆 本姑娘狂妄放肆 人二叔 你該出面替我說幾句話了吧 這 敢問是何方高人來 嘻嘻 你真的好奇怪 誰是高人 只換你高人嗎 允流不行 你要矮人也不行嗎 哼 可不是 人二叔 我像你老人家 真糊塗 有年前一個下雨天 你老人家被領個落湯祭祀的 到我家來 九年前 你 可是住家的千金 對了 我就是你那老人家 那天大天見到 哭著打滾要堂吃的女孩子 朱七七 唉 日子過得真快 不想子女 盡以挺挺欲力 令尊可安好 哼 那最不好的 就是盤人來要錢的時候 其他時候都好得不能再好 但我這次來訪 也正是因為我家 我租家堡裡 有別人不好 這麼說來 這事還與壁莊有關 當然有關 大大的有關 你們好了 他就一點也不好 除了仁義與私情 朱家的忙 仁義莊貴無旁貸 神女不妨一說 好 仁二叔答應得漂亮 那你就現在出來 和本姑娘身邊這孩子打一場 神女 這玩笑過頭了 你該知道仁義莊是發放玄神的地方 你可曾見過我出手 打這麼個孩子更是不可能的事 我租家這個孩子的仁耐 還輪不到盤人來擔心 再推脫 就先擔心你們自家的招牌吧 我知道仁二叔不是個戀家子 那你叫仁大叔出來打 不可能 仁大叔也是不打架 哼騙子 我可從爹爹那裡聽說 仁大叔曾經是個 讓人聞風善冷的一號人物 我修理兩年金石犯人過錯 我也說神家族一數十年 此後再無任何活動 直到那年迴焰風之一的尾聲 我大哥 孤身上山 再帶回神家族冰冷的遺體 風善所見的場況 卻也讓他無法提起過去的一分一毫 更無法再提起任何一把 人上的江湖都是身不由己 我們過去不是好人 只能用死後餘生來還 如此一來 希望各位都能明白了成立 任意狀 異心湊採火運風事件的原因 也因此 我們絕不希望歷史 因為這張藏寶圖的詭迹而重演 古且算你們有理 那這場假 更是非要你們任意狀出面不可 你們如果不是好人 必須的 你們如果已經是好人 為了你沈家族的面子 這站 更得致死方休 又後世 哼 看看這滿裝職不分是非的酒肉朋友 本姑娘改變心意了 有音樂換了音樂換了 花蕾先 躲起來 看在場還有哪位自身任意狀的朋友 就讓他替人意狀陪葬 嘻嘻嘻嘻哈哈 任二叔 你還記得花蕾先這個名字吧 你最好找到他 別讓旁人陪你倒沒 好 對 這個鐵膜啦 所以大家不想理 啊 對對對 就之前 故事一開始那些實戰填膜之一 好 對對就之前 那 麻煩又來了 那人變跑了 那人變跑了 誰啊 死戰填膜之一 那人是誰 死戰填膜之一 花蕾先 這幾年前死戰填膜的名號 無人不知 心狠手辣 跌度凶殘 火焰風時 他們自然也加入混戰 最終面目全非上身上身傷蹤 只有花蕾先一人幸存 但僅憑他一人之力 就幹了一件極其細緻而殘忍的面門之案 那懸案終究被我與大哥合力破了 花蕾先的宣賞電影 也是我們人影狀發出的 哼 知道還不快走 這是衝著我來的 那定位會來找我們嗎 嘿嘿太遲了 結操吧 哎 人家不找我麻煩 我要找我什麼麻煩呢 人怎麼用兩隻手指 角度飛來的暗器 你是 連繫益子 哎 合理這種身份 這種麻煩事 你不如就別做了 用你真樣出朗出我的名字 你麻煩我也麻煩 哼 怎麼會有高手 好吧 看我的天魔一種樹 哇這不是長相犬嗎 哼 道長 你的天法大師與我聯手如何 合理聯手 不錯 用抹傷的聯手技能 哎 你你要安送我 哼 你這薄養真的是標子 我早就想看看你痛苦掙扎 踢我斷後的樣子 長小 長小 啊 大師 救我啊 哼本座從不與人合作 跟無意隨意幫 隨意幫 隨意幫 隨意幫自己 隨意幫自己滅亡的庸才與流奇舞 啊 哇 橘色的眼睛 嘿嘿 被丟下了 這就是你跟很一雙交朋友的下場哦 給本天王當個電背了吧 顧鳥 沒事的 怪 怪 雲 雲爆 我 我想說你好俊 啊 不是不是 我想說謝謝 陳姑娘急言 戴下屈屈小技 還上不了檯面 天啊 我 我喜歡你 啊 我我我可是華山盼的索圖 在說什麼 啊 請你忘了這事吧 很話俱色 很明顯是褲螺香啊 哼 就當作 是我們之間的一個秘密吧 可惡 換了走我的人質 我可不會就這麼算 哼 花蕾仙一雜眼又不是續下 那趁此機會 我只好 哦 不敢打天魔 就靠姑娘家來打 我看你連本姑娘也打不過 啊等等等等 姑娘高抬貴手 我攔住姑娘 是想與姑娘說說禮的 好 看你人模狗樣 想說什麼禮 本姑娘聽聽 嘿嘿嘿嘿 鱼兄做得好 小丫頭 你的破綻 我都收下 哼 挑些下山段的位子出手 我配 你們太無恥 哈哈 老子 這不叫無恥 叫做機子 叫做窗戶 沒物佳飲 莫富佳人 都搜索吧 動腾不得 你這人渣 你 你才人渣 拿什麼打我穴道 金銷 是筷子 打我的是一種筷子 小李飛刀 李循環 是不需要站起來 就可以出手了哦 我手中飛刀 傷人無數 我這江湖 江湖辜負的人 已經太多了 有沒有要怨 便怨我吧 可惡 這 這直快的手法 莫飛刀 嘿嘿 冷夜裝 你們大意了 嘿嘿 還記得金家 八年前的面門案吧 是你們兄弟 懸賞我這兇手的 我就在這啊 來 動手啊 我倒是看一看 你們冷夜裝這招牌 還只幾兩錢 我沒有辦法 嘿嘿嘿 冷視兄弟 你們在無人能動手 那邊好好瞧瞧 小省顧莊主 半身心思 到此為止 我來 你又是誰 莫飛 你想聽他動手 可惡 我提醒你 這冷夜裝中的聰明人 剛才經我一提點 人走的 可全都走了 你此刻站出來 這次代表冷夜裝動手 而你 有沒有那面向我天魔花蕊先動手 我 我只是 不再 有不能動手的地友 嘻嘻 你是什麼人啊 冷夜裝 陳羽 不錯 還敢口稱冷夜裝 我建議是個漢子 這就給你充快 天慢 天慢 等了 人家找你好久了 你是什麼時候來的 嘻嘻 不許胡鬧 住手 你又這樣 那你就當然是有理由的 嘿嘿 是什麼理由 非要打我的好兄弟 哦 壞了壞了 莫飛你這姑娘新演出的 裝盡了我這兩兄弟 這可是在爭鋒吃醋 閉嘴 等了 你你你別聽他的 那你都不幫我 粉姑娘 哼 給你一起打 好友先 我們上 唉 萬蛇之聖 萬劍之尊 萬王之王 打遍三三五越南 西北 六十三省 無敵手 驚天動地獄王子兄弟啊 你何必乘這口舌 這下 你我都脫不了身 哈哈哈哈 藍維尼還記得這湖舟的名號 你們的反應真有趣 我江小魚可坐不住了 好就是戰鬥UI啦 就是他在左上角 我是 不是很習慣 好角色狀態哦 你看哦 我為什麼會說 debuff要點進去看才看得很清楚 你看哦 他這麼小 那有看到嗎 所以我一定要點進去才看得 看得很清楚啊 有沒有 而且 這麼小的圖案 然後我又不可能記得他是什麼 debuff 所以我一定要點進去看啊 我覺得超智障啊 這個我真的不行 我覺得這個要改 就算是我的 我的buff好了 我還是要點進去看啊 要不然我怎麼知道是什麼 對不對 昨天我可能沒有看到啊 你就 你就知道他有多小了 哦 真的假的 是他做的 你看這個啊 你就知道他有多小了 我要放近到這麼 你看 我放這麼近了 我要點到他身上才會變大 而且還是算很小 假設我拉遠 假設我這樣子好了 這真的很難看到啊 然後招式在左邊 就 不是很直覺啊 簡單 魔心 魔心 可以透過仿佛點擊開啟關閉 草叢地格可以透過燃燒覆蓋 好 藍燒跟毒 找 第一個重點會爆炸 哎 還不錯 好 他是這樣子 血燒刀法 不要 跳離散到好了 哎 被散掉 對啊我也覺得這樣會比較好 哦 哦 守護 情龍鎖 這刀是什麼 我先用回撿 先用回撿 哎怎麼打到他 會死會死 那我要胡威一下 哎 他回血 吹起來 五色護身法 好 嗯 嗯 你沒事吧 誰讓你 你這個小沒良心的 你本該幫我 你老了我吧 豬姑娘 你要的觀眾走光了 剩下的 全都全都知道這花蕊先圍剿 哈哈可不是 就明這小時他能強犯天魔 我將小魚 簡直該混著天魔祖宗才玩玩 陳語啊 如何 我弄混著天魔祖宗 要不要來 給我大把手啊 還以為你這傢伙 從說話到說人都有障礙 姑娘面前這一戰 其實打的挺漂亮的 胡鬧 太胡鬧 好 感謝這位兩位小兄弟藏意 我大哥 與最不才人意中 子弟周全 另外 放才出手相處這幾位大俠 若我沒認錯 會詮釋一頓江湖已久的世外高人 幾位大俠未出眾所 便是早知兩位小朋友是讓手玩的 你就快承認吧 咦 好吧 我承認 小弟豬八 爹爹叫我喜兒 爹爹叫我小淘氣 你們要怎麼叫 隨便 反正我豬八也扶了你們 你們可是今日這頁有多重要 我又偏偏挑了此刻 細爪與人意中 我就是要你們知道 重視今日 在非要選在此日 未無辜的花肉 先出一口氣 本意中做事向來講出證據 你年少衝動 或要是悟性的天魔的空口白話 本姑娘可信不過天魔的空口白話 卻信用過自己這一雙招子 你說八年前 金江面目的案子 是花肉仙一招天魔掌法打出來的 這是嫁禍 因為花肉仙只回燕風那臉 便寸步不離我朱家寶 算算已經十年了 正是 她就想過要走 我今天纏著她 她怎麼走得了 即是如此 您等便該為她洗心冤名 不是這幫胡鬧 反正花肉仙新年兄民在外 人意中的懸賞便是不問是非亂發 又有誰知意過 怎麼說話 碰掉遠不及仁義莊 為她解釋為她洗清 而只能解釋洗得清 所以我們只好一人多年 只要聽說仁義莊金 還敢突然辦什麼英雄宴 就立刻決定 這次一定要好好當鬧一場 就像沒去洗脫花肉仙的冤名 也至少要聽她大大 大大出一口惡氣 但沒想到你已經死亂多 第一個罵我 在想沒良心的 本宮倆這一種 你猶豫都被來找我 假貨 這絕不可能 無非 唉 除非得運裝十年前 錯了人金家滅門案的兇手 如今花蕊仙現終 代表江湖誤判推模 當你的動向 天魔並未盡速上升於輝雁峰上 這或許能解釋天魔掌法出現的可能性 卻只牽連出更多難以解釋的疑問 除了這十年來 與天魔相關之案僅此一件 而這全然不符天魔過往匈名的疑點之外 老實說 輝雁峰事件後的一系列滅門獲釋 只有兩種古怪 一是動機 二是兇手身份 其中最為古怪的 便要屬這一起金家滅門之案 關於此事嗎 楚光人 久仰大帥 大明 我想你對其中古怪 必是最為了解 不錯 因為一在下所見 閣下認為兩處古怪 或許為同一件事 過去 江湖直到在迴雁峰事件之後 各派因此一而結怨 互相尋仇 最終無論是尋仇者 或是被尋仇者 都因此重錯面了 但陸公子 極特別提起在下的名字 想必也是發現了其中動機 或許並非尋仇 卻更像是一系列滅天掛的大膽竊案 要論他越取悟 那還是在下的本業 也因此在下發現了 在這些看似兩敗俱傷的亂世之間 有人暗地裡帶走了各家傳承的保護 怪的是 游走這許多大胺之間的賊人 在下卻遲遲尋不著 直到金家也滅了門 才發現那人或許不僅只是游走其間的賊 或是隻手遮天的兇手 那麼 究竟誰能有此盲天過海的人 在下便想問問縱橫光場多年 身處天子之色的李炭華 他不會一個一個介紹下去吧 閣下突然辭官歸隱 也避過數年後的迴焰風之爛 莫非是提前知道了些什麼 並沒有 並沒有好嗎 我並非辭官 是因私德之故 遭彈劾下台 不過以一百病殘身的招勞頭 別喊我談話 關於過去的事 我只能告訴你們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我也曾年少七傲 什麼都不信 只信自己手中的一柄飛倒 但如今 你能告訴我迴焰風事件出自一人的手臂 為了是趁亂道盡各家絕學 最後就連那些未曾上場的事件也不放過 甚至還以死在迴焰風上之人的門派絕學出手 試圖叫獲魚人 是在金家一岸摘了一個小跟頭 我也不見得不醒 甚至 那還是一個很小很小的跟頭 因為這麼多起面門按著兇手之中 只有一個花蕾先回來了 而他雖然回來了 他的名聲可是比我還糟 糟得難以為自己 也難以為任何人發生 這回也不過是 見這燕什麼人都能來 便甜鹽來喝個幾杯 此刻也該走了 請留步 希望各位大俠聽我一眼 剛才聽各位所言 在向豬家千金的插曲 多年調查烏谷的火焰風事件 又有了新的頭緒 這真是我半此英雄焰的初衷 希望江湖不論好人壞人 保守新手 都能齊居一趟 有不同面向 提供自己的意見 並彼此幫助 雖然各位心懷之事 也與回焰風無部關係 加上此回藏寶獨之事 你們可願意 與我扔一樁合作 唉 但你大哥說的倒也沒錯 有些事嘛 人多口雜 人有瓶水相逢 還是易肝微禁便好 不才在下的身份 也是有些特殊 行事有愧 為師不為空 最好還是救死亦別的好 且慢 大俠另有藥物再生 我仍會絕不來 在你們此番人獄裝有恩 我也必須要保 彼此無緣合作 各位也不必記得離開 來到酒族放寶 好 生血調養後 再上路也可以 陳瑜 你等一下找我 我奮吻你幾句 好好招呼幾位大俠 你也許不認識他們 但方才留下的幾位貴客 可是曾經轟動江湖的大俠 以靈犀一隻 直血暗器的紅衣俠客 是少年招呼的神探 人稱四條眉毛 陸小鳳 以輕功踏躍流向 替華山育連結尾的藍衣俠客 是土豪獵身為 獵身文之善男的道帥 楚流向 以快帶刀的黃衣俠客 是小李飛刀 力不續化 風流探花朗 李循環 這幾人本是神 很專注十分看好的一石俊言 對 但他們都沒能阻止火焰峰事件 然後我記得 李循環好像是因為 不小心 是不小心嗎 反正他我記得他是愛上 呃愛上別人的妻子是不是 然後才被 才吃官的 印象中 有點忘記了 其實是沒人阻止 這幾人在火焰峰事件以前 全都消失了 他們今天也彷彿刻意將 恍熱熔光藏起 算是幾名江湖中的末程 明明都是因為 對火焰峰事件在意而來 卻又不知為何 玩具都一桶 一桶查案 但人一桶 對火焰峰事件的調查 可不能止步於此 所以你 去探他們口風 去不找合焰峰跟他們聊天 問問他們想法 他們的去向 探探 火焰峰事件 與他們 究竟有何等關係 你如果邀到他們 或掌握他們手中的消息 要回來告訴我 也記得好好與方才出手 助你的鈴桑少年 以及那位 將你從惡人宮大毀的 生命少年聊聊 哎 你要找我啦 讓我猜猜 你主動大力我 定是忍惡的豐富 忍惡的豐富 定要是你找幫手 我弄猜對了 就換你猜猜 我會不會幫你 會 哈 我就知道 你果然需要幫手 不過 想要我幫你 你還記得 我是從惡人谷來的吧 有句好話 刻在咱們骨口的石頭上 給你參考一下 路股路股 永不為奴 古以來的人 不會像你這般 隨意給人呼來喝去 咱們為了 都是自己 所以我會幫你 但你得先回答我一個問題 你知道自己行事的原因嗎 為了 為了藏寶圖的碎片 無論不滿意這個答案 你該不會改口說你是為了調查 火焰峰事件真相 藏寶圖碎片和火焰峰事件 都是忍惡中的目標 我好奇的是你在惡人谷的表現 以及當旁人都離開忍惡莊後 你卻留了下來 但你不知道我幫你的原因 我也不知道你行事的原因 公平 看一下 真的不同對話 第一點我不是好人 第二點我沒有幫過你 我是跟著你回來的 你為何跟著我回來 為了我自己想跟著你 想看你像一抹遊魂一般 要如何飄越千山萬水 能走到哪裡去 想不到還正跟你走回人藝莊 你真是有趣的人 所以我會幫你 帶你給回來我一個原因 啊那麼簡單啊 我們選那次選你猜錯了 啊都一樣 你來了 我已經注意到你 沈大俠身邊那孩子吧 沈大俠的風采令人難忘 但你的言行很特別 與沈大俠又有不同 那樣的言行 我的另外少年身上也見到過 不過江湖太大 我們走散 阿飛哦 欸對欸 阿飛的話也少少的 我命將盡 卻哪都沒關係 今日入關 本想再見幾個 不該見的故人 只要得知他們過得好 我便了無遺憾 但入關以後 不堪往事撲滅而來 故土故景 只讓人 意起自己曾經錯過之時 故人 還不是如何人見 這刻我只願自成悲衷 按你有的喝 便往哪裏去 好 沈大俠你又幫了啊 一個是你一個是人意裝 你願意幫我 不願意幫人意裝 我會想教你這個朋友 讓人意裝 這麼說吧 你有人 有沈大俠牽制帶入裝 那你對人意裝的理念 可有了解 我聽說人意裝 所傳宣誓為 以人服上 以意成二 我也聽說沈大俠曾經 有一貼身書筒 若你便是那人 勸言你都不清楚他的理念 我要如何幫助 以他理念所成的人意裝 那你要幫我 這一你或許跟我很像 你知道我是誰啦 我知道了 那你也更知道我身體最愛驕傲朋友 但也最怕麻煩 火焰瘋的是我當年說過 看上去就像個騙局 我的朋友有一個個都不相信我 那麼上了瘋麻煩便開始 你呢 朋友很麻煩你怎麼選擇 我的想法運以一致 但我偏偏不能交你這個朋友 因為你想要我幫你 而我過去成長都為了幫朋友忙 而替朋友惹傷的麻煩 事不過三 你對火焰瘋師弟的想法 好 這邊不配了 我快不行了 我後輪快爆爆炸了 我後輪快爆爆炸了 途遮瑋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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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你帶上你的朋友動神 他們願意幫你的不就是你的朋友 不要願意幫我 就是我的朋友 你這是不懂 還是假不懂 讓我上會出手幫你的 有的只會意用你 有的是叫你示威朋友 如何分辨 這沒有定論 必須以當下情況 因為你的感覺而定 這結合是我的朋友 他利用我人葉莊 人葉莊的叛徒 他不是人葉莊的朋友 但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你的朋友 因為我不知道你在二樓鼓東 發生了什麼事 神天君交代 不可用 是的 但莊莊也沒人 沒人 沒人可用 我為何不可用 原委我不清楚 但神莊的靈音上 回應我風自己 便是如此交代我與大哥的 只有你們兩名 我還有第三人 也是你 這金創樣的配方和袖剪以前啊 趕緊帶上你的朋友動身吧 感覺這次不會無共額 好 續張結束 好 續張結束 好 人都走了 好 現在第一張了 第一張的故事開始 一人二先生所言 接下來我們應該去尋畫 尋酒 帶著梅花草堂 打工啊 你魂不守舍 還在想 方才那助家的千金大小姐 畢竟豬姑娘本性並不壞 只是個性比較令人哭鬧 只怕他這次禍闖大了 哎 你們不擔心 反正又長眼睛的 就看破了助家大小姐那一點小心思 助家大小姐不夠帶了賈天文來轉轉 搞出那一點小事 陳宇啊 人一裝擺得平吧 我不知道 哎 我看也是 那這次破壞英雄焰做得太過火了 這貴妝實在說不過去 但依我看嘛 人一裝自己也早該後悔辦這破驗 來的全是寄居城堡圖的雜碎 陳宇啊 你也別於他為豬大小姐惹出來的事傲了 大不了回頭給山陽虎 帶個鎖心 說真的 我擔心豬姑娘 或許會再惹出別的亂子 因為他方才離去時 真的騷亂 給了小弟一個口信 到八方客棧見我 花蕾仙也會在 花蕾仙 不錯 看樣子真正的天魔花蕾仙就在八方客棧 但七七所言 難 難辨真假 如果早去 只怕我們也得陪他胡鬧下去 胡鬧就胡鬧 可有什麼問題 反正豬姑娘 時間塌地要等你 一時三刻跑不了 但你打定主意 他去找他便得了 將兄弟說的事 我們這前往新華村買新華酒 任務圖的事 也得向正眼標記問請 九宇花到手 就去梅花草堂 好好把那 湯南京家家族的舊案 放他個 放個底朝天 至於何止得痛 就多走一趟八方客棧 很明顯八方客棧就是支線任務嗎 我教育所 好 回家睡覺的時候發現一隻公雞在我旁裡 哎 啊公雞勒 他怎麼又不見了 公雞勒 這玩幾次會不會理我 會打我嗎 沒有 所以我誤會了 會不會出發 沒事沒有沒有東西 好的